南无阿弥陀佛 请科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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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请放掌 请打开这个 一百二十九月 我们先看经文 上次讲到 一百二十九呢 道数第二行 最下面说 有种庙花 作颜福谈金色 如玄火轮婉转月间 永生诸果如第四瓶 说有这个树上有种庙花 作颜福谈金色 如玄火轮婉转月间 永生诸果如第四瓶 那么这个花呢 中庙花它产生这个种种的果 这个果呢就如第四瓶 永生诸果如第四瓶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四瓶 第四就是第四天 那我们看一百三十一月 第四行 第四行 第六个字说 如第四瓶者 就是说永生诸果如第四瓶 什么叫第四瓶呢 第四聚云释迦因陀罗 就是第四 使云能主 言其能为天主 就是第四的意思 就是他能做天主 所以第四就是刀立天的天主 言贫者呢 世论第十五云 为什么叫这第四天的贫呢 在大制度论卷食物里面有说 说 有人常供养天 其人贫穷 一心供养满十二岁 求所富贵 就是有一个故事啊 说有一个人他常常供养这个刀立天主 那么其人贫穷他很穷 但是他很努力一心供养经过满十二年 那么一心想要求富贵 天明此人自献其身而问自愿 辱求何等 那么这个第四天呢 就怜悯他 自己就献这个身相 来问这个贫穷人 说你要求什么东西呢 答案呢 我求富贵 欲令所愿皆得 那么天人说 你这么努力的供养天呢 你要求什么呢 他就回答说 我要求富贵 欲令所愿皆得 我希望我所愿的一切都能够得到 那么天人呢 就给他一个器具 叫做得品 这个他一个瓶子 那么这个瓶子叫做得品 那么告诉他说 所需之物从始品出 你所需要的东西呢 都可以从这个瓶子里面生出来 你如果想要经营珠宝呢 他就会从这个瓶子生出来 那么 所以叫做得品 要得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呢 都可以从这个瓶子生 其愿得以应欲所欲 无所不得 那么这个人得到这个得品之后呢 应得他心中所有的愿望 那么每一个愿望 所要求的东西都可以得到 那么这个叫做得品 那么又叫做第四品 那么下面说 今此妙花涌出诸果 如比天平出种种物 物与欲知 这个就是说 现在极乐世界上面的妙花呢 它能够永生诸果 涌出生出种种的果 如比天平 就像第四天的第四品 它能够生出种种物 物与欲知 所以叫做 永生诸果如第四品 所以第四品是大智度论里面说的 那么大智度论这一段主要是在讲这个施波罗密 施波罗密就是持戒 说如果我们能够持戒 就能够得到一切的功德 一切法无有不能得者 那么就像这个得品一样 所以你持戒就能够得到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赞叹 一切的名声 一切的利益 都可以从持戒 波罗密来得到 所以这个戒波罗密就像这个得品 那么有戒就有功德 一切都能够成就 那么在大智度论里面 这个人得到这个器具之后 他求这个珠宝、饮食一切都满足 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富有的人 那么房子也很大 钱财也很多 那么就请很多亲戚朋友 到家里吃饭 那么到家里吃饭之后 这个亲戚朋友就问 说你本来是很贫穷 为什么现在这么有钱 这么有房子 有这些种种的金珠宝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人就说 我一切宝物都是从这个得品来的 那么就很高兴赞叹 就很唱歌、欢喜 那么喝酒 最后很高兴还站在那个瓶子上面跳舞 结果把那个瓶子踩破了 踩破之后 所有的一切所得到的这些房子 这些金银珠宝 这些锦衣玉石 全部都幻化、都不见 就是这个瓶子一破之后 所有的财产全部都不见 那么这个大自都认 他这个故事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持戒就能够得到一切的功德 一切无所不得 如果我们悔戒 一切功德、赞叹名誉 全部都会消失 他主要是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么就是说 这个人他站到这个瓶子上面 把瓶弄破了 那么一切的功德全部消失 那么大自都认意思就是说 持戒能够得功德 如果不持戒 所有之前的功德都会消失 就像我们菩萨戒里面说 如果我们这个失去这个菩萨戒 乃至这个十柱是心 是为相一切皆失 那么没有菩萨戒 一切的功德全部都会失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 第四天的瓶子叫做德瓶 那么他的解释是这样 所以说永生诸果如第四瓶 然后接下来 下面说是有大下 献佛果 就是有大光明 就是129月 最后一行 说永生诸果如第四瓶 然后有大光明 化成床帆无量宝钙 这个第四瓶 这个果就像第四瓶一样 它有大的光明 就是说极乐世界 树上的花所结的果 这个果像第四瓶一样 它会放光 然后130月 化成床帆无量宝钙 这个果当中所放的光 就变成无量床帆 还有无量的宝钙 四宝钙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佛事 十方佛果 亦于中线 就是说这个果上面 化成床帆宝钙 能够映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佛事 能够看到极乐世界 就是在这个果放光 所产生的床帆宝钙里面 可以看到整个极乐世界 也可以看到十方世界 十方佛果亦于中线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的这个树上 这个果实所放的光里面 可以看到十方世界 包含可以看到我们这个Soppo世界 那么这个叫做 见到十方一切佛果 我们看一百三十一页 刚才倒数第六行说 是有大下 就是说有大光明以下 就是呢 现出佛果 非独现一大千 十方佛刹亦于中线 那么在这个果上面的 从翻宝盖里面 不只是有看到一个世界 而且十方佛刹的世界 也可以见 那么 树观若发 转观佛土 一应不难 如果我们这个树观的三昧 能够成就的话 我们也转而来 能够看到十方世界的佛土 一应不难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观想 成就 树观成就 或者是往生极乐世界 之后呢 也可以看到十方的世界 一应不难 就是没有困难 就没有困难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就可以看到十方世界了 所以这样是没有什么困难 再来五官见下 结官 就是一百三十页这里说 官见树经 枝 液 花 果 皆令 分明 就是说不但是 看这个树 我们要看这个树的经 树的枝 树的液 树的花 树的果 皆令明了 是为树响明 帝之官 所以 一百三十页到树第五行说 五官见下结官 虽因光盖 见十方土 然从树起 不须结末而归起本 我们虽然可以借着 这个 这个 永生的诸果 如第四品 他放光 然后从翻宝盖里面 看到十方的佛徒 十方的世界 然而 都是从这个树起 都是以这棵宝树 为根本 不须结末而归起本 最后要关整棵树 所以叫做结末归本 三四为下结 此乃结术当第四官 这个叫做树响 就是关极乐世界的宝树 这是第四官 所以说 四为树响 明第四官 那么再来下面说 书第五持官 持官就是八宫得水 这个八宫得水池的官 中有五 当中分五段 第一名磁体 就是说 这个磁它是八宫得水 第二名磁相 就是这个宝池的相 三名随心四意 就是说这个八宫得水的水池能够随我们的心意 依照无量寿金说 我们要让它随冷就冷 要随暖就暖 要随呢 照着这个脚踝到就到脚踝 要到膝盖就到膝盖 要腰要胸要紧 乃至末顶呢 都可以随意 就是随心四意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八宫得水里面 以我们的心念去转变 可以就是随心四意 就是冷暖了调适了 对不对 这是由我们的心能够主动去调整 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去泡汤 那么每一个汤 它的水质不一样 它的味道不一样 它的温度也不一样 大小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不可能随心说 我这个汤它要热就热 要冷就冷 对不对 然后要高就高 要低就低 那么要什么样的实呢 就什么样的直 但是极乐世界它能够随心四意 第四呢 明利益 第五节观 利益就是主要就是说 它能够得到这个 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呢 能够说法 能够利益众生 第五节观 这是智者大师的书 下面说 超 超 五十观二 出书科 就是分了五段 再来呢 二呢 四经 二就在一百三十二页了 一百三十二页 那么我们翻到一百三十二页 这边说 经耶 次当享水 这个树观完之后就享这个水 欲享水者 极乐国土有八十水 八十水就是八公德水 八公德水 那么叫做八十水 主要就是讲这个八公德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书 后面的书 什么叫做八公德呢 说书模拟者如意诸也 那么模拟诸就是如意诸啦 那么八公德者呢 什么叫八公德水 现在要观极乐世界的这个宝石呢 那么它是八公德水 那么八公德哪八种功德呢 清清冷卵 美不臭 饮食调适 饮以无患 这个是八种 那八种第一个是清 极乐世界的水是清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是重 我们世间的水比重是一 就是一啦 对不对 那么就像有人说开车 淹水开到这个地下道里面 然后呢或者是有人被导航淋掉到海里面 那么掉到水里面的车子 这个门打不开 门打不开 为什么门打不开 因为水重 我们一般呢 以为说为什么在水里面 窗户打不开 门也打不开 没办法逃生 像这样淹大水的时候 如果你开到这个地下道里面淹水 开进去以后门打不开 之前 大概 没多久以前也是有 有一个妈妈嘛 她是开到水里面 开进去门打不开 为什么 水是重 那么一般呢 我们来在这个 这个消防人员他们的解说说 我们如果掉到水里面 如果开到地下道里面 那个玻璃敲不破 门打不开 那么他们说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就是用我们 座椅上面有一个靠枕 有一个靠枕 就是靠在头上的那个枕头 那么拔起来的时候 那是两根铁插在座椅上面 两根铁插在这个我们的靠背上面 然后做一个枕头 那么拔起来之后就有两根铁 那两根铁呢 做什么用呢 就是敲到那个玻璃 边边跟我们那个门缝 插进去然后一敲 把玻璃敲碎 就是用杠杆原理 插到玻璃的缝隙 然后呢这样一般的时候呢 这个玻璃才会破掉 破掉的时候水进来的时候 这个门才打得开 那么如果说用手敲 敲不破 除非你车上有榔头 那么让门打开打不开 因为那个水压很重 所以我们这个是 他们说的就是用那个靠枕那个枕头 当然呢 前提是要会游泳 如果不会游泳挖开也是一样 一样没救 对不对 如果你会闭气 会游泳 那你把玻璃扒开 门打开 那出去就赶快就可以浮出水面了 那么所以说这个Sover世界的水是重 就像潜水员也是一样 那么他们都知道水是重 第二个清 第一个清就是极乐世界的水是清的 没有重量 没有重量 第二个清就是极乐世界的水永远都是清澈 不会像我们现在的水下雨呢 就会污浊 自来水也是会污浊 那么为了要自来水 要变得比较轻 不晓得要放多少药进去 对不对 我们的自来水 像有土石流或者是泥沙冲到这个自来水厂里面的时候 那个要放多少这个药才会变清净 所以极乐世界的水是清 不会污染 第三个冷 冷 冷应该算是凉 极乐世界的水是凉 那么以前祖师速解说极乐世界水不寒不热 不寒不热就是说它水不会结冰也不会沸腾 极乐世界的水就是凉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水如果你加热就是滚烫的 那么就像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油锅 那么它是热的 那么如果是冷就结冰了 那么极乐世界的水永远都是凉清凉 所以就这么冷 所以就这么冷 再来就是软 极乐世界的水是软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水是硬的 硬的 就像有小孩子去玩水跳水 我们就觉得说水是软软的 那你跳水不会跳会受伤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这个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 掉到水里面 这个不是说整个沉兴去 它会碎裂 碎裂 所以我们这个极乐世界的水是软 那么这个世间的水是硬的 再来美就是干美 极乐世界的水没有咸 不咸不淡 那么永远都是干美 甜美的 再来不臭 极乐世界的水放久不会臭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放在那里 久了就会臭 像现在有登革日 它就有蚊子 对不对 长那个虫 那么放久了也会有青苔 自然而然 这里面就会长东长西 极乐世界的水是不臭 不会臭 再来 所以永远都不会改变 饮食调适 引以无患 饮食就是说我们喝这个巴工得水的时候 那么它让我们身心调适 像《无量寿经》里面说 自然随意开神乐体 荡除心垢 开神乐体 什么调适就是身心调适 开神乐体就是说 这个巴工得水可以开我们的智慧 然后乐体就是说 让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舒服 畅快 叫做饮食调适 那么也就是说 开神乐体 荡除心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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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消除心里面的烦恼 所以如果我们用巴工得水的话 不但这个神智大开 身体也舒畅 而且心里面的烦恼也都没有 所以这个饮食调适就是有增长功德 会增长功德 那么我们这个水没有用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只有鸡翠大 我们这个水没有用 其他不会有什么功德 你喝再多水也没什么功德 也不会什么消除烦恼 你说烦恼 当然世间人说 谢酒消愁 对不对 那愁更愁 喝水也不会消愁 那么但是极乐世界 喝水呢 心会清净 会增长智慧 所以叫饮食调适 那么所有世界没有 饮以无患 喝了之后没有什么过失 没有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喝水 有人说一天要喝多少水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 之前也有人说 一天喝太多水还水中毒 对不对 有人说一天要喝多少 一天天亮就喝几百cc 然后一天喝几千cc 喝水是很好 但是喝太多了 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喝了不能消 就叫水肿 对不对 那么喝了 这个不能够吸收也不行 所以这个饮以无患 那么另外祖师他的解释就是说 包公得水 他不会产生病 我们世间的水会产生病 我们水太多水太少会有病 然后另外呢 极乐世界的水他不会淹没 他没有吐湿流 但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水会淹死人 会溺水 对不对 极乐世界的水不会溺水 所以如果你不会游泳去极乐世界 所以如果你不会游泳去极乐世界 你想要水到膝盖就到膝盖 到腰就到腰 就随念 自己的念头一想就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是八种功德 下面呢我们就说 清是色入 就是清澈 属于色法 我们有六入嘛 色生香味醋 现在这是分类 如果是清澈就是属于色法 色入 那么不臭就是香 清冷卵是醋 美是味入 调是无患是法入 也就是说 这个八公德水呢 它色生香味醋都是好的 清是清澈是属于色入 它的色相看起来是清澈 不臭是香入 它用鼻子闻起来的味道是不会臭 不会像这个朱佛世界的水会臭 那么会有什么怪味道 然后清冷卵是醋入 醋就是身体的接触的感觉 它是清的不是重的 它是凉的也不热也不冰 它是软的不是硬的 那么这都是属于促成 就是身体跟它接触的感觉 美是味入 味入就是说这个八公德水呢 放到我们的舌根里面 它的滋味是甘美了 那么也不咸不淡 调是无患是法入 色生香味醋法 这个法 这个法呢就是 饮食调是增长我们的善根功德 灭除了我们的烦恼 开神月体当处新垢 这是调试 无患就是没有什么反作用 副作用 不会说喝了以后呢 对身体不好 或者是这个八公德水 泛滥造成水灾 这个是法入 那么这个就是八公德 八公德 我们看第一行说 是当享水欲享水者 极乐国土有八池水 就是八公德的这个池水 那么所以叫做八池水 或者是八公德水 一一池水七宝所成 七宝柔软从如意诸往生 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每一个每种的池水 有种种池 那么所有的池的水 通通是七宝所成 极宝柔软从如意诸往生 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水 它就是宝 由金银、琉璃、车区、玛瑙等等的七宝所成 那么这个宝呢 它是柔软 是柔软 那么也是液态的 液态的 我们现在的水 现在的七宝都是固体 对不对 我们金也是固体 银也是固体 这个琉璃、珍珠、玛瑙 都是坚硬的固体 但是极乐世界的七宝都是属于液体 都是流水状 所以金也是流水状 银也是流水状 当然它的金银不像我们这个世间 是很重 我们世间如果金 金比重很重 银也是很重 以水还要重 那么当然只是用七宝来形容 七宝柔软 这些宝都是柔软 从如意猪往生 如意猪往就是模拟猪 如意猪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的 随心如意的 那么这些宝都是从如意猪往所生 所以这一段主要讲 这个八宫得水 这个池水 是由七宝所生 当然我们现在 七宝就是说 它的色是非常的美妙 可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想象 如果这一池都是黄金 如果这一池都是黄金 那你也泡不下去了 因为那个黄金的比重那么重 你怎么沉得下去呢? 你一定是浮在上面 对不对? 就好像人家说到那个 很这个死海 在中东地方有一个死海 那个盐分的比重很重 人都不会沉下去 躺在上面都不会沉下去 如果真的是黄金的议题 我们人也沉不下去 因为它比重太重 它很重 那么这只是形容 所以应该是说 以它的这个美妙的设法 所以是七宝所成 分为十四支 那么这个八宫得水 有十四个支派 就是说由八宫得水池流出 有十四个支派 就像我们一个湖泊 湖泊 大河、小溪 全部流入那个湖泊 那么这个八宫得池水 它有十四个支派 一一支做七宝妙色 每一个都是七宝妙色 所以这是说 这个八宫得池水 它不是只有这个池 它还有流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话 叫做河流 那么它有支流 这个有十四支 那么每一支都是七宝妙色 黄金为渠 渠下皆以砸射金刚 以为底沙 黄金为渠 这个渠 我们在字典上面说 这个渠就是很整渠的人工水道 就是整渠的人工水道 就表示说这个渠 它是很整齐很美丽的 那么所以叫做渠 我们说沟渠、沟渠 沟渠 渠就是人工造的 那么 所以叫做黄金为渠 表示形容它很整齐 很有规则 渠下皆以砸射金刚以为底沙 就是每一个流水里面 下面都有杂射金刚做底沙 所以水底是有金刚沙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 水底都是烂泥 或者是垃圾、宝特瓶、塑胶带 还有死猫、死狗 那么这个就是水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说 那个水很漂亮、那个湖很漂亮 那都是照片照的时候 看起来很漂亮 实际上进去的时候是什么 不知道 那么极乐世界的水 它底下就是金刚沙 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 一一莲花团圆正等十二有许 那么里面每一个渠道流水里面都有六十亿七宝莲花 每一个莲花团圆正等十二有许 团圆就是圆圆满满的 就是说这个莲花团圆满满的 正等就是很圆满 没有缺陷的 十二有许 有许就是印度他们计算这个道路 或者是距离长度的一个单位 一般来说 古代的大德说一有许就是四十里 那么十二有许呢 四十乘于十二 就是四十八 四百八十里 四十里是一有许 十二有许就是四百八十里 那么就是一个莲花就这么大 所以一个莲花可能像台湾这么大 有可能 那么其磨泥水 留住花间寻宿上下 其生为妙 眼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 不有赞欠诸佛向好者 这个字可能是错字 赞欠 可能是赞叹吧 这个还要再查 没有注意看 这个应该是赞叹 赞叹诸佛向好者 应该是打错字 所以其磨泥水留住花间 就是说 底下是磨泥七宝所成的流水 那么这个流水呢 会留住花间 这个莲花呢 是长在水面上 然后这个流水呢 它会往花上面流 就是水往上流 就是水往上流的意思 寻速上下 那么寻就是攀圆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会寻着这一个莲花的这个花梗 花叶然后流到花苔 这样往上流 一般呢我们花开在水面 这如果下面是水面的话 水是在下面流 现在呢花是在水面上 现在呢极乐世界的水 会往花上面流 往上流 我们一般水是往下流 现在呢 这个水是往上流 这个 这是形容它的这个庄严 就是说 这个七宝所成的这个水 七宝的水 它会不是在水底下流 它会流到花间 那么流到花上面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有它的好看 它的美妙 所以这是形容说 其磨泥水流住花间 这个呢 会往上流 寻速上下 寻呢 寻就是攀圆 就是往花上面一直上面流 往上流 然后上下流 流上去又流下来 就是寻速上下 其声唯妙 眼说苦空无常 无我诸波罗密 然后这个水流动的时候 就会有声音 水呢流动的时候 流水 所以我们一般世间说 流水残残 那如果是大水 就很大声 那么但是极乐世界的水呢 它是唯妙 眼说苦空无常 无我诸波罗密 就是这个水会说法 水会说法 说什么呢 五蕴皆苦 世间三界皆苦 色生有生就是苦 对不对 然后空呢 就是五蕴皆空 无常就是世间都是无常 那么无我就是世 一切有违法 没有办法主宰 那么这个是 译到后面说 是说小圣法 说小圣法 小圣法一般来说 就是世念处 观身不敬 观受世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就是观这个苦 空无常无我 苦呢 就是有生皆苦 这个我们有色 像经典里面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就是因为有这个色生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没有色生 就不会苦啦 为什么不会苦 我们不用为了吃饭 为了住 为了生病 为了种种的事情 去起烦恼 有身体有心就有心病 有胃就有胃病 有肝就有肝病 现在没有病 有一天他还是会老病 所以极乐世界的流水 他会说法 所以叫做苦 空就是没有自性 没有自体 自性就是坚固不变的性 我们说世间都是空 我们五蕴皆空 空也是讲没有自性 有的人说明明有 怎么说他空 所以说佛经里面说空 不是说他没有 是说他没有自性 所谓自性就是决定不变的体性 所以现在虽然有 可是他没有永远 所以叫做没有自性 自性就是自体永远不改变的 所以世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 这个宇宙、虚空、三合大地 乃至我们的人世间、人事物 种种的一切 乃至一切的众生 不管是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 乃至全世、名利、地位 都是没有自体性的 都没有一个永恒性 无常就是没有恒常 无我就是没有主宰 没有办法主宰 主宰自己 主宰说自己做什么 所以我之前就写了一个妄想 然后写了一个东西 就写说我们世间人都认为 我年轻的时候 我可以管理我的钱财 管理我的家庭 管理我的公司 管理我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那么年轻的时候都觉得可以管理 对不对 可是到老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办法管 只有管说今天血压有没有很高 血糖有没有正常 今天有没有大便、小便几次 就是只能管这些而已 如果不能管 就请一个看护帮你管 帮你翻身体 然后擦一擦 看有没有长路疮 然后自己不会大小便 就请一个人帮你换止尿布 管到后来 如果还能管只能管三件事 就是管血压、管血糖 管也没有上厕所 上了几遍 管看有没有吃饭 什么也管不了 所以这个叫做无我 年轻的时候什么都管 但是老了什么都没办法管 那三件还能管还算不错 还能量血压、量血糖 还算不错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要请一个外老 帮我们管 对不对?或请看护来管 所以这个叫做无我 就是没有主宰性 现在虽然是有主宰 但是实际上都没有了 就像苏东坡说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个长江流水滔滔东去 不知不觉就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都流光光了 千古当然那时候苏东坡是在赤壁 想当年这个周雨的时候 孔明的时候 但是大江东去一直流一直流 这些什么人都流光光了 千年的人也流光了 百年前的人也流光了 那大江在东流的时候 将来我们也都流光了 我们这些人 大家也都没有了 都不见了 只有留下这个后来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世间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我们最后都死光光了 一无所有 所以叫做无我没有主宰 那么演说苦空无常无我 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我 那么这依照后面主师的解释说 极乐世界第一个先想这个小圣法 再来诸波罗蜜 就是不失慈戒忍入精进禅定般若 那么这是大圣法 大圣法 就是要修波罗蜜 菩萨道六度万恨 乌有赞叹诸佛向好者 赞叹这个佛的向好 不然要修菩萨道 我们要成佛 那么赞叹诸佛的向好 这个是流水 流水会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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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 如意诸王涌出金色为妙光明 奇光化为百宝色鸟 和名哀雅常战念佛念法念身 依照注解说 刚刚讲的是流水缩法 现在讲的是光明缩法 光明 如意诸王涌出金色为妙光明 就是这个如意诸王不但会流出水来 那么流水会缩法 然后这个如意诸王还会放光 放金色光 然后还有微妙的光明 奇光化为百宝色鸟 那么这个放光在空中的时候 这个光就变成了很多很多种种颜色的鸟 那么这些鸟怎么样呢?和名哀雅 常战念佛念法念身 这个由如意诸王放光 然后光再变成鸟 鸟再发出音声 和名呢?和名就是很祥和 明叫 就是他叫的是很好听 不会乱叫 像有的人呢? 养那个鹦鹉他就乱学话 鹦鹉就乱学话 有的鹦鹉会学猫叫 然后有的鹦鹉呢? 还会学救护车 偶一偶一偶一 所以他每次听到 那个没有救护车 他也就偶一偶一这样子 有的鸟呢?他会学猫叫 所以这个鸟有时候会乱叫 对不对? 像我妈邻居有一个 他就 他们隔壁就养一只鸟 他那只鸟呢? 每次讲都讲 出菜!出菜! 他想说奇怪 为什么叫他出菜? 因为他们在卖自助餐 所以每次听老板说 出菜!出菜! 所以他就念出菜!出菜! 所以那个鸟每天就念出菜!出菜! 有一个人他们家对面的人 那个鸟每天都嗡咽嗡咽 我说你怎么不叫他放一个念佛机给他听 他就会念佛了 对不对? 你如果放念佛机给他听 他就会念佛 要不然他每天都学救护车在叫 对不对? 所以这个鸟就是乱叫 和鸣就是说他的鸣叫 他是很和谐 很好听的 那不会乱叫 再来哀呀 哀呢? 这个哀一般我们看这个哀 就觉得他是悲哀的哀 其实他应该不是悲哀的悲哀 这个哀就是爱 爱的意思 我们常常说 愿佛哀敏射受 哀敏射受 就是希望佛爱我、怜爱我 怜爱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哀就是可爱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鸟它叫的声音 它是很可爱又很优雅 所以叫做哀呀 所以哀就是很令人怜爱的意思 令人怜爱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小婴儿 我们一看就觉得好可爱 好想把它吃下去的感觉 对不对? 有人看到孙子好像要咬牙切齿了 就觉得他太可爱了 那么这叫做哀就是很可爱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说求佛哀灵 那么就是希望佛慈爱我、怜爱我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这个哀应该是叫做爱 但是一般字典上面是没有这样写 但是一般字典上面都是写悲哀 但是我就想说这个佛经 无量寿经也都是讲哀呀 那么如果那个鸟都叫的那么悲哀 我们就觉得说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倒霉事 应该不是叫做哀 这个哀不是被哀 叫做恋爱的意思 可爱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是常说佛哀怜射受吗 所以这个和名哀雅就是说 这个鸟叫的声音很和谐 又很可爱 又很雅致 表示它的声音也很好听 常战念佛念法念生 那么这个如意诸王放光 光变成鸟 鸟再出声音 这个声音也有说法 所以流水也说法 放光也说法 视为八宫得水响 明第五关 那么这个就是八宫得水 所以从前面当然是从形象 它的内容说它是八宫得水 那么它有多少的支派、金曲、底沙、莲花 那么最后这个流水会发出声音 会说法 然后再来这个放光 书的光明会变成百宝色鸟 那么发出音声也会说法 那么这个叫做八宫得水响 也就是说要我们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八宫得水 一方面就像六根里面 一方面就像六根里面 我们刚刚说它是柔软的 它是不臭的 它是轻的 它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好的 它的声音也会出好声音 那么这个水就有这种色声、香味、触法 那么我们接触的六根里都有功德 我们眼见水、那么深处水、喝到水、听到水 那么通通有好处 那么通通有好处 有这个功德 神气及秦淇淇淇淇淋 intermitt呃 夜unto